Hello 大家好 我要來介紹這個禮拜的歌曲 OK 齊一個音 我們要介紹的歌在第35頁 第35頁 Old King Cole was a Mario So was a Mario So was he He called for his time And he called for his moon And he called for the B-dollars read 這種歌的歌是超長的 每一節還都不一樣 但是很神奇的 小孩都知道我們在唱什麼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 玩一個很有趣的遊戲 就是我們在演戲 我們演皇家音樂會 你們還記得嗎 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會演國王、皇后、公主、王子 還有小貝鼻 每一個角色都會找來他們喜歡的樂師 比如說我過往找來小提琴的Fiddler 然後皇后找來Sinner 然後小公主找誰 吹喇叭 然後小王子找打鼓的人 小baby call whole family 隨便你要演奏什麼樂器 大家一起演奏這樣 那其實在這一季的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剛開始教這首歌 就是剛開始唱的時候 就有媽媽告訴我說 他的小孩聽 在上課的時候聽過這一次 就是上過一次之後 他在家裡面就演得不可開銷 他們對音樂跟上課發生的事情 就有連結 然後所以他每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他都知道他在唱什麼 然後應該要做什麼活動 那小孩子在打鼓真的很生氣 一次就可以記得很多事情 OK 那這一首歌呢 除了我們演戲之外 還有一個玩法 就是你在家裡面啊 你可以家裡面的人 每一個人分配他一個樂器的角色 比如說你彈鋼琴 你拉心提琴 你吹喇叭 你搭鼓 每一個人分配一個角色 然後唱同樣的旋律 然後用不同的聲音唱 這樣子有交響樂團的效果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也有試過 但是我們上課的時候玩得比較難 因為我們 比如說每個樂器都是分配不同的旋律 做不同的頑固版奏 那這個 這個如果你的家裡的人 可以這樣做也很好 但是如果不行 最簡單的就是直接唱旋律 然後比如說彈鋼琴的就 拉小提琴就 就是做那個動作 然後發出那個聲音 這樣子就很好玩了 就你們家就是一個 小小的交響樂團 那這一首歌呢 還有一幅很大幅的圖案 在家裡面的時候 你們可以放音樂來聽 然後跟孩子討論一下 這圖圖裡面的東西 然後幫他灼上漂亮的顏色 OK還有呢 大人可以看看這邊 他這邊有寫 Feedle or Violin 還有個History 我們先講History 他這首歌是18世紀 還有蠻蠻有名的一首童謠 那所以如果你在YouTube裡面 也有看 也可以聽到 就是這樣的歌 就是旋律有點不一樣 因為旋律啊 因為是TK的創白人 他有稍微把它改得比較 學士風格一點 然後他這首歌旋律啊 的調式也是古老的調式 叫Alien 然後現在有人說這個叫做 自然小音階 Alien其實就是自然小音階 然後也有人稱他說 古式小音階 比較 永遠古老的感覺 然後 這一首歌的 這個下面啊 就是有寫Feedle or Violin Feedle和Violin其實是同樣的樂器 都是小提琴 那只是為什麼會有兩種稱呼呢 它是跟它的音樂風格有關係 就是某一種音樂風格裡面的小提琴 我們就稱它為Veedle 某一種音樂風格裡面的小提琴 我們稱它為Violin 所以以後你們聽到有人說Veedle 你就知道它是小提琴一樣的東西 那什麼時候稱它Veedle 什麼時候稱它 Violin 看本裡面有人說 它說呢 如果這首歌是鄉村樂 或是民謠 或者是藍草音樂 那就會稱小提琴為Veedle 那如果這首歌是流行樂 古典樂 或是爵士樂 那我們就會稱它為Violin 那但是它這樣講得很 比較籠統對不對 我自己有一個發明一個很簡單的分法 說給你們聽聽 就是如果你聽到小提琴的聲音 你會很想跟著一起拍手 比如說我們可以唱一首歌 這個時候呢 通常這不是民謠 就是鄉村樂 要不然就是藍草音樂 就是像蘇格蘭或英格蘭 那個地方的那種 從那邊流行過來的那些音樂 就比較 這種音樂就會叫做Veedle 就是小提琴的時候就會叫做Veedle 然後它會有很多的話音 你會聽到小提琴很多的話音 然後再來如果是你會安靜的聽它演奏 那通常就是Violin 比如說像古典樂 或是流行樂 你就不太會在它 在拉小提琴的時候還會變拍手 那這時候就會叫它Violin 那其實不用分那麼細 反正你知道說 這兩個樂器其實就是同樣的樂器 只是因為音樂的風格不一樣 所以有不同的程度 那這是一個小小的小嘗試而已 OK 那這個禮拜我們就好好享受這首歌 然後跟孩子一起畫畫圖 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用帶這本來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拿來給老師 看貼貼紙的話 也歡迎帶來給老師貼貼紙 然後下一個禮拜 我們會休息一週 再下一個禮拜 我們就換Bungos 那回去要先把Bungos拿出來聽一聽 Bungos的音樂很好聽 但是歌詞好多 所以老師真的如火如荼的背課中 很認真的在背歌詞 OK 拜拜 拜拜 拜拜